立法院裁委会昨天通过所得税法和营业税修正草案 正式开征富人税 提高金融业营业税率 并回馈给使用标准扣除额的单身组和一般家庭 可以说是送出史上最大的减税红包 如果顺利散读通过 民众将可在后年报税时 剩下一笔不小的开销 又到了5月报税季节 不过今年有一个好消息 财政部基础减税优惠 单身组的标准扣除额从7.9万提高到9万元 夫妻合并申报则是提高到18万 合计个人所得税减税公约66亿元 最快将可于105年起实施 而民众反应似乎还不错 会比较轻松一点 很好啊 这样很好 这样提高的话大家会税收会比较能够稍微减了一点 没有感觉 对 因为什么物价都涨了 还是自己住外面还要付房租 财政部这样大动作 就是因为国内贫富差距的倍数 已经标破百倍大关 财政部长张胜和强调 要跟贫富差距宣战 一定 因为我们这一次加税的大概都是顶端的 那减税的就是一般薪资所得者 残障 增障者 所以他一定会改善所得分配 张胜和表示 只要财税健全方案通过后 年所得千万以上 适用45%所得税率 股民的独立扣除比率从百分之百 下降为百分之五十 金融一页税从百分之二提高为百分之五 走进渴望为国库带来超过六百三十三亿元的税收收入 避税的管道永远都有 从来不会消除掉 富有的人从这个社会赚了这么多钱 就是让他多回馈 我们也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大道会向有钱人 虽然张胜和坦言不一定磕得到税 但至少像张忠谋 郭台铭等大老板们表态支持 而民众也乐见政府的改革方向 新台湾电视陈正祥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